片刻后 八方红雾凝聚而来 重新化作孟浩的身影时 他身上的皮肤已长出了五成左右 整个人看起来 已不再那么猙獰了 可神色内的冰冷 还有给人的魔气滔天 却是更为强烈了 大修一甩 在下方难欲修士的心神震动中 孟浩远去 长红灌空 眨眼不见踪影 六处战场 如今已有四处止割 还有最后两处 依旧处于战争之中 孟浩展开全部的速度 仿佛要将虚空撕裂 电闪雷鸣间 横渡大地 出现在了 第五处战场上 这里的难欲修士 已所剩不多 只有数千人的样子 而北地修士一万多人 正厮杀中逼得难欲修士 节节败退 人群里小胖子赫然在内 全身鲜血 神色争鸣 哪怕修为不高 可他身上的法宝太多 身份更是金寒宗的少宗 故而身边总是有人保护 可就算是如此 也依旧不时喷出鲜血 多次遇险时 他怒火滔天 往往逼急了 就张开口 一口向着对方咬去 但凡是被他咬中的 无论是血肉还是骨头 甚至法宝 都会咔嚓一声 直接咬碎 很是凶残 盖茨 这是凶兽还是人 居然长得这么锋利的牙齿 他修的是什么功法 斩了它 把他的牙都掰下来 定可祭练出一套威力惊人的法宝 追杀小胖子的北地修士 每个人都带着伤 那伤口很明显 是被咬下的 一个个杀鸡弥漫 身体外保光环绕 追杀小胖子 来啊来啊 胖爷咬死你们 小胖子大吼 杀战弥漫 南欲修士再次后退 北地大军疯狂杀来 似要将此地所有的南欲修士 全部灭绝 小胖子眼睛早就红了 眼看自己的一个爱妾道理受伤 他立刻冲出一把将受伤的爱妾拽回 自己张开大口向着来临的北地修士 拍击而来的手掌 直接一口咬去 那北地修士头皮发麻 立刻退后 被小胖子咬空 哪怕是咬空 可依旧还是有声响传出 让人听了会 头皮发麻 该死 那北地修士 恼修长怒 挥手间身体外一瞬出现了一块青铜铁 被他猛地扔出时 这青铜铁直接融化 爆发出了青色的光芒 仿佛带着灵性 直奔小胖子而去 要将其笼罩吞噬的样子 小胖子面色一变 生死危机 一瞬浮现心头 快速后退时 那清光速度更快 眼看就要碰触小胖子的身体 就在这时 医生冷恨默然在这天地内回荡 仅仅是一个声音 就立刻让所有北地的修士 身体全部一震 更有不少人 直接喷出鲜血 脑海轰鸣 心神不稳 那追杀小胖子的修士 面色瞬间苍白 鲜血喷出时 神色骇然 猛地抬头 看到的是一片刺目的红光 遮盖了苍穹 下一息 一只手出现在了小胖子的身后 抓着他的肩膀 向后轻轻一送时 猛浩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了小胖子的身前 猛浩 小胖子立刻惊喜 开口时 他四周所有的男女修士 立刻精神振奋 猛浩大人来了 我们有救了 猛浩来了 北地修士 也大都听过猛浩的名字 知晓第一批大军 就是被一个叫做孟浩的人 坑杀的 此刻听闻孟浩二字 不少人倒吸口气 下意识地后退 能坑杀数十万大军之人 不管是用了什么方法 都必定有惊人之处 孟浩刚一出现 气势立刻形成威慑 直接让这一万多的北地修士 一个个心神震动 与此同时 孟浩右手抬起 向着来临的清光 微微一指 三 他冷淡地开口时 那片清光立刻颤抖 发出尖叫 急迟后退 反噬了那位北地修士之后 依旧无法逃出 在半空中搜索 重新化作青铜 被一股大力笼罩 直奔孟浩而来 被孟浩抓在了手中 这青铜块 在孟浩手里颤抖 似露出求饶之意 孟浩看了眼 直接收起后 抬头目光散 导过那一万多北地的修士 他双眼瞬间起了幽芒 身体向前一步迈去 大量的红雾立刻轰然散开 如同一条条青蛇 一瞬直奔这一万多人 眨眼间就钻入他们的体内 凄厉的惨叫声 顿时惊天动地 而孟浩站在原地 双手抬起 闭上了眼 轰鸣传出 随着一个又一个北地修士 成为了干尸 他们的七窍内 大量的红雾散出 回归孟浩体内时 他身体上的皮肤飞快地生长 只是小半柱香的时间 当这里所有的北地修士的 惨叫消失 尸体一一倒下的时候 孟浩 睁开了眼 他的身上 此刻已长出了七八成的皮肤 脸上也是如此 一头白发飘摇间 整个人散发让南欲修士 也都紧张心惊的凶煞之意 血腰大法第六层 快了 孟浩喃喃 目中露出冷酷 回头看了南欲修士一眼 唯独在看向小胖子时 嘴角才露出一缕微笑 只是这微笑落在小胖子眼里 却让他倒吸口气 他 他迟疑了一下 孟浩没有说话 转身一晃 直奔天空 他要去最后一处战场 在那里 让自己的血腰大法第六层 彻底大成 你不是孟浩 你是谁 小胖子看着孟浩飞起 一时没有忍住 立刻大喊出来 之前孟浩刚刚出现时 他很是惊喜 可紧接着 他在孟浩身上感受到了 一股陌生 那陌生的冰冷 让小胖子觉得眼前之人 与他记忆里的孟浩不一样 很不一样 这一点处于烟有所察觉 可小胖子这里的察觉 更为敏锐 他记忆里的孟浩 不会这样的杀戮 不会这样的凶残 吞噬修噬气血 生命灵魂来修行 这种功法是魔功 这种事情放在任何时代 任何地方都会引起骇人 冷酷无情 这个战场也是如今南域大地上第二批入侵的北地修士里最后一支修士队伍了 负责阻挡他们的是一剑宗以及金寒宗的部分修士 这里的战场也是唯一的一处南域战局上风的战局 北地修士原本两万多人 可如今只剩下了一万多 南域修士正不断的反扑 杀戮嘶吼 充斥整个战场 陈凡在其中 李诗奇也在这里 术法光芒 神通之力在这战场上比比皆是 陈凡的修为已重新回到了原因 他用的是一把剑 整个人好似剑修 杀力惊人 李诗奇那里一身血光 他没有修行血妖大法 可血妖宗的其他术法在他手中淋漓尽致 轰鸣回荡时 天空一瞬成为了红色 竟下起了红色的雨 此雨出现的太过突然 立刻让南域与北地的修士 纷纷心神一惊 就在这时 突然的那些落下的雨水 直接化作了红雾 一瞬逆转 直奔所有的北地修士而去 速度之快 眨眼间就一一钻入 南域修士大吃一惊 全部后退时 他们立刻震撼的看到 所有的北地修士 竟在这一刻 发出前所未有的惨叫 身体颤抖中 瞬间枯萎 头发脱落 修为从全身散出 就连魂魄也都从张开的口鼻间飞出 而远处那几个如山高的巨人 也是如此 哪怕那些北地来临的如历鬼之物 也都在惨叫中身体模糊 仿佛要被抹去 种种这一切让南域修士所有人都倒吸口气 这一幕太过惊骇 仿佛这里成为了人间地狱 随着一具又一具干尸的倒下 随着那如山高的巨人轰然死亡 随着那些厉鬼也都在喊叫中消散天地间 四周在这一刹那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于这寂静里 无数红色的雾从一具具尸体内钻出 带着这些人的气血修为 以及魂魄直奔天空的红云而去 这一幕画面 深深地烙印在了此地所有的南域修士的心中 红雾倒卷 升空之时 隐隐能看到 那天空的红云内 仿佛盘膝坐着一个身影 这身影正不断地吸收那些红雾 梦浩的皮肤 眨眼间就全部生长出来 依旧是书生的样子 可在他的身上 却没有以往书生的气质 有的只是血魔一样的 冷酷无情 他的一头白发飘舞间 双眼缓缓睁开 似在他的墓中蕴含了红色的闪电 收割了下方战场之力后 他身体一晃 转身离去 下方有故人 可这个样子的他 不愿让故人看到 活迹 这是以邪恶的功法 生生活迹啊 那云层内的身影是谁 大地难欲修士 纷纷倒吸口气 其中有一些人面色微微变化 这一幕让他们想起了一些相似 可却没有这么残酷的画面 陈凡沉默 复杂的看着天空没有说话 不远处的李诗奇 身体一颤 他是血妖宗的弟子 尽管没有修行血妖大法 可也并不陌生 是他 整个南狱的战争随着第六处战场的终结 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 可每个人都清楚的明白 这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 暴风雨 要来了 而最终的决战也即将降临 这决战的地点选在什么地方 南狱修士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的决意选择在血妖宗这里 以此地布阵 与北地一站 这样的好处是节省更多的一些时间 毕竟如今几乎所有的南狱能战的修士 都在这附近了 也有不少人认为 应该是在第三批北地修士登陆的地方 在那里决意此战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北地修士 祸乱南狱大地 最终丹鬼与宋老祖 还有金汉老祖三人统一了想法 对南狱来说眼下时间才是最宝贵的 将决战定在血妖宗 这里远离天河海 与墨土不远 算是南狱的边陲之地 虽说让出了大片的地狱 可只要一天他们不灭亡 北地就不算占领南狱 这样一来 北地修士从南狱边缘登陆后 需要时间赶路 一来一回 等于是为南狱修士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随着三人的抉择 此刻南狱还能一战地修士约莫二十万人 以血妖宗为中心 环绕四周 组成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 与此同时 丹鬼三人亲自出手 取了南狱各宗的无数材料宝物 布置了大阵 一共十座大阵 环绕大地 形成惊天威亚 气氛很压抑 每一个南狱修士都在抓紧一切时间疗伤 恢复精力 整个决战之处一片安静 这最后一战决定胜负 若胜了 则南狱会迎来一次长久的和平时间 修整升息后 重新绽放盛开的花朵 将会更为璀璨 而一旦失败 南狱会从此沦为北修之地 道统被夺 修士灭亡 根基消失 被北地彻底统治 若干年后 或许再没有人会记得 这里曾经的繁华 这一战决定一切 要么生 要么死 没有归降 孟浩在数日前 回到了这处决战之地 踏入血腰中 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 属于他的少宗谷 在那里 他默默地坐在当初抱着许清的地方 看着日出日落 可却不再是双影 而是只剩下了他自己 一头白发飘摇 一身血袍舞动 有风吹来时 孟浩抬起了头 他的面色苍白 那种白没有任何血色 隐隐存现了病态 与他衣着的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他的双眼 却是深邃的 似凝聚了黑暗 化作了幽光 他明明走在那里 可给人的感觉 气血滔天 仿佛在他的身体内 存在了让人恐怖的气血之力 更隐隐地似有无数凄厉的魂 环绕他的四周 数之不尽 至少十多万 扑展开来怒吼惊天 仿佛这些人 要将孟浩吞噬撕裂 可却又不敢 被禁锢在孟浩的四周 永生永世 不得轮回 清儿 你现在可好 孟浩喃喃 抬起头 冰冷的墓中 也有一抹孤独之意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仿佛气息要寂灭 而他所在的少宗谷 在外人看去 充满了血色 充满了神秘 孟浩吞噬修士气血 修为魂魄的事情 也早已传开了 南狱修士大都知晓 甚至大都是亲眼看到了 对于孟浩 他们在尊敬的同时 在心底也都出现了恐惧 南狱大军在这里修整布阵后的第五天 南狱边缘靠近天河海的位置 海水咆哮 掀起滔天大浪 仿佛要冲上南狱 将南狱淹没 在这海面上 彼岸花桥散发惊天之光 似有传送阵法在不断的闪烁 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身影 到了最后身影密密麻麻 无边无际 彼岸花桥震动 远处人群内有两个如山的巨人 但却明显比之前第二批出现的更为强悍 身上穿着金色的铠甲 所过之处 围压滔天 居然不再是堪比斩铃 而是如同问道 哪怕是问道初期 可那庞大的身躯依旧足以碾压同等境界的修饰 尤其是他们身上的铠甲 还有背后背着的大剑 看起来更为惊人